今天歡迎我們 今天是好朋友來 遵行收聽到的 看來連播吧 每一禮拜 晚上七點幾點 我們生態台中的節目 那麼今天 在我們節目當中 非常勞結了為我們 社會的兩朋友 邀請到 是我們 主好老師蔡志豪 也是我們西頓庫 不同的公民團體 我們的議員的好三人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跟我們公眾的好朋友 共同集會來講到 那麼我們大台中 生態義大 就是我 也有邀請到的 我們明慧老師 來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玉霜你好 你好 玉霜姐 志豪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是那麼 今天特別邀請到的 兩位來講的 在這部當中 就是要跟我們 所有朋友們的說到 那麼我們大台中 目前 那麼簡單發生 一些這個議題 那麼這個議題 除了 我們志豪老師說到的 當前所發生的 包括的空氣 無量 包括的心態 包括 我們看到現在失控的一些 我們現在應該要遭遇到的 這些人文 還有我們應該遭遇到的最原始 我們現在 我們的初衷到底是什麼之外呢 基本的教育也是很重要啦 所以呢 我們要怎樣 來教育的我們的時代 給我們的時代 那麼 為 我們的 這個 成長的 這個環境 來 向上 環境 來發展啦 所以呢 修正運送 要跟我們所有的 朋友們 跟我們一起 來關心到 志豪老師 我 說到這個志豪 說要跟所有的 朋友們 跟我們一起 來分享一個小秘密啦 我們電台 這個祖立 大家都知道 弟弟啦 他也是住在這個 塞燈啦 這個地方 那麼他就 拿到志豪老師 有這個本職 那麼呢 拿到他們 這個大樓 要本職的時候 他就跟 這個大樓 當中的 這個 補傳的 是宗教師啊 他們就 在那裡 他就在那裡 說 你會拜託的 把我本職 這本職喔 他們就 看著看著看著 那有 有很多 過樓人啊 就是那些 婆婆媽媽們啦 就說 欸這個人 我是誰呢 我賣 這個人 我賣 吼 跟他看到 一個 老公子 就知道 這個人 我賣 吼 那麼 我 我要 請教一個問題啦 志豪老師 大樓 不是吼 這 現在 可以有 這個好酸 可以 走進去 是不是 這個大樓吼 是不是 有這個 政治人物來 綜織聯合 這個拜票的行為 為什麼呢吼 那麼 你的烈龍 是不是吼 你的選團 還是吼 你的老公子 也沒在吼 這個大個小行 當中 看得到啊 為什麼 我們的婆婆媽媽 快點對你的學生呢 呃 這很特別吼 因為我在 街頭公園吼 演講 是 那我們在演講 我們在看說 在西豚這個選區吼 沒有候選人可以演講 就是可以在街頭上面演講 那你演講你可以很清楚的把我們的理念把我們想要改善的問題很清楚的呈現出來 所以呢 呃我 我這幾個月呢 陸陸續續的在各個大大小小的社區公園 甚至在市場街頭 哦 入口演講 嗯 那這些演講呢 呃我我最近在 這這兩個月在街頭在 呃拜票的時候也很多的民眾說 呃我認識你 然後因為我聽過你的演講 嗯 那上次也在玉雙的節目 講哈 那一般的民眾他比較 不好意思坐到我面前來 但是呢 大部分的民眾很多人他是駐足為關在旁邊的 是 然後呢他 他們就坐在那邊呃可能在便利商店前面的桌子喝杯咖啡 然後就在聽我們的演講 嗯 所以呃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我們的很多的呃 理念啊 其實我們民眾是知道 我們是有內涵的一個候選人 並不是說選我選我選我 嗯嗯嗯嗯嗯嗯 然後就只是為了選我而選我 嗯嗯嗯那不是今天蔡智豪的服務團隊 我們的民眾其實很清楚啊 他是長期是關心呃整個台中的環境問題 嗯嗯嗯嗯嗯 他他能夠來解決一些我們現在目前呃 呃比如說空氣污染嗯嗯嗯 呃或者是我們看到的這些不當的政策的問題 或者是要去開發這個纜車破壞生態的問題 或者是說呃我們今天呃要看到的這些呃利益掛鉤 我們要去處理所謂的議會透明化的問題 嗯嗯嗯嗯嗯 所以在這些問題當中我們的民眾就很清楚的認識 自豪所以他們就在拜票的時候其實他們都可以呃 最近我們在挨家挨戶的這樣拜訪的時候 其實民眾非常的熱情啊嗯嗯嗯 所以這種熱情對我們來講呃 是非常大的一個顧問 嗯嗯嗯嗯嗯對 所以現在哦 如果走到白馬湯時 即使家這個家mos上有去 那家沒去的時候 即使處理的是一定只有四個人啊 所以現在慘了齁 你每一家geht父ah家 你真的哦每一家都要走了啦齁 所以還有這一倫呢齁 這個關鍵的齁 我們有很多田中生他們 他們都是很記得的說吼 自豪你也能把你的力量帶到 每一個社區當中 跟人家說到這個大台中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議員 我自一種好問的力量 我也覺得我變得很有趣 其他這個好酸年來到這裡 都跟人家說到他的政権 他的錢票 他的百拉票 或是說他開出來的一些政権 我都覺得好 你又來騙 我也覺得他很不鐵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 我自己突然覺得高尚了起來 原來政治是高尚的騙數 沒有錯 它很厲害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選民 要更加的理性 跟要具有智慧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街頭 在生氣的時候 難免有很多一些 我們的聽眾朋友 我沒有理會到現在 看著你就知道 蔡志豪 蔡志豪 很多小朋友就知道 蔡志豪來 蔡志豪來了 是不是說 你要說什麼 你要訴求什麼 因為你的政権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不用 要請就一般人還要去問算 你到底是要說什麼 只知道你這個人 但是你要說什麼 我不知道要再看看 這個過程當中的轉折 真的 透過很多很多 一些公園的演講 還是透過很多這個媒體 像是說有辦很多這個公園 對吧 對 就是我們在這些演講 或者是說 我們在街頭發文宣 或者是我們把 目前如果 聽眾朋友 如果你家裡 你是住西屯 你信箱如果有收到 我放到你信箱的 這一本 公民行動會訓第二期 那 非營不可 台灣非營不可的 這樣的一個會訓 那其中 這裡面就是寫的 自豪這幾年很努力的 在阻擋這些不當的政策 很多的候選人 他的政見是要建設 今天自豪的政見是 阻擋不當的政策 不是為了建設而建設 去浪費我們子孫的錢 所以 你看到的這個會訓 如果在你信箱 在我們系屯區的 朋友 如果你有收到 這每一個 每一本都是我親自放進去的 如果可以的話 還可以去驗指紋 所以 每一本都是我親自放進去 而且我 寫著小紙條 我還特別就是留了一個小紙條 我特別的 希望您收到這本書的時候 您知道說 我是親自到您這邊拜訪 然後親自 因為有些大樓或者是社區 我們不方便進去 那我就放在您的信箱 但是如果 是在一般的透天 或者是一般的店面 我們可以進去的 那我就會進去跟他們 拜訪 然後也會跟他們 介紹我們在做什麼 那我們可以透過 譬如說我最近在 拜訪的過程當中 其實民眾感受很深 就是說 這整個社會問題出現的這麼嚴重 其實是因為 政黨跟財團走得很近 我們要給你請教一下 如果今天 他要問打開是一個阿嬤 要她說台語 要妳說一句 那妳要怎麼溝通 不會 我們也可以說台語 那妳也可以說台語 我這張 妳也在電台說過台語 我就說現在的 政黨跟財團走太多 走太多 走太多 社會問題出現 譬如說 現在的財務問題 譬如說 現在看到政府在 插底皮 譬如說 我們看到特許開發破壞和污染 但是我們也是參加一些這些 不是都說台語 但是我們這樣說的時候 阿嬤、阿公、阿伯 也是很痛 很痛 很開心 昨天一個阿伯在土地公廟 握著我的手 就說 今天能夠聽到我們這樣講 因為其實我們都以為說 上了年紀的人好像他是慣性的投票 但是我看到更多老人家 他們是很清楚的 因為 我看到的一些老人家 他們其實退休了 他們有比較多的時間去做閱讀 去收集資訊 其實他們對於社會的整個脈動 他們非常的清楚 所以當我去拜訪 或是遇到是老人的時候 這些老人對於年輕人的支持 反而比較熱情 當然這裡面也有特別支持國民黨的 或者是民進黨的 但是老人的中間選民 老人也有中間選民 而且老人的中間選民是非常大的 當他看到我們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覺得 這個社會看到年輕人就有希望 所以他們在 而且他們是有閱讀能力的這些老人家 那他們會很仔細的 你想想看他們又不用上班 那報紙都看完了 不然又做什麼 下期 下期也下得很無聊 那怎麼辦 那就是看著自豪給他們的這本 公民行動會訓 而且他們很仔細的 就全部把它看完 看完之後呢 替我們所有的八成來改救台灣 台灣非營不可 所以我講到這裡的時候 志豪老師一直說一直說的時候 我就看著旁邊的明慧老師 一直在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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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頭如打算 這段時間 我們明慧老師在參與 對著我們志豪老師在驚 這個街頭的時候 也有很親愛的感受 明慧老師 志豪真的很佩服他 我跟他才走過兩次而已 是 然後我就覺得那個體力上 是一個很大的負荷 你在幫他做刑訓 我盡你的說話 至少請下不簡單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雖然有大部分時間沒有陪著他 一起這樣去拜票 但是就是我私底下我認識的朋友 或者是同事 我會去請他們 尤其是住在西豚 我一定會去跟他們介紹志豪 或者是請其他同事去 去向他們西豚的朋友介紹 那我一個感受是說 我得到的一個感受是說 其實這些民眾是在等 等待一個不一樣的人出現 像救世主一樣 可能沒有 我覺得他們是有在觀察 是 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冷漠 那只是 現在出來的人就是這些啊 沒辦法算到啊 沒辦法算啊 然後他們住在西豚的人 他們看到說 欸有一個不一樣的人出來 他們是 是眼睛會發亮的 嗯哼 他們是會覺得 欸有吸引到他們注意 他們願意去多了解這個人 是怎麼回事 你怎麼知道我最近 很少人討厭 本來 有幾個我的很好的朋友 因為我最近 開始訪問你了 我現在都沒有正眼看過我 你怎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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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到這個歡迎之外 我受到多大這個危險 所以 我拜託你一定要動散 你如果沒有動散 我肯定會很危險 所以我被感受到 明明教授 我來關心得到 那西豚的這個 自豪 現在 西豚的自豪 敢為一個公民 那麼呢 他這樣一步一家人 他也沒有很大 一些這個資金 也沒有很動的奧運 他有很多公民團體 甚至說我一天 跟 禮拜二的時間 我跟這個 法劉老師 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你公告到這個公民運動的時候 因為法劉老師 我有特別拿出來 我不是說 我向你請教 西豚有一位 叫做蔡志豪 他跟我說 這孩子不錯啊 他對著 蔡志豪 他感覺很窩心 很甘心 有很多 這個社會有運動 更讓他也去 那麼 這裡都沒有錢 這個去到這個地方 是不是政府 是說他的社團團員 都沒有補助 但是我們一個便當就沒有了 他也去 這都是為了什麼 為了台灣 所以 他感覺 這個孩子 在他來推薦 像這個劉藥法律老師 劉教授 我們都知道 這也是嘉隆的 這個特助姻 來推薦蔡志豪 所以我感覺說 志豪不可以 來感動到這個藍綠 甚至說 感動藍綠的人 受到感動的人 也來推薦到志豪 所以我感覺說 這位是怎麼堪稱傳奇 不怪啦 聽說柯P 我們的台北市 這個 武黨籍 這個市長的候選人 也特別 對你產生好奇 特別跟你交検 其實我們跟柯P 之前的認識 是因為也是在 廣播電台的節目 因為主持人 邀請了柯P 然後最後邀請了我 然後 因為主持人 聽到我們在講公共議題的時候 發現我們的頻道很近 而且我們都非常的正派 於是 於是這個主持人 他就把我們的這些發言的這些東西 有沒有 或者是我們要去廣播的這些內容 然後我們就彼此的交流 然後彼此的交流之下 然後我們就是在 就在昨天 前天的時候 我就特別到台北去 然後在台北去的時候 柯P就 就我們就見面了 那見面的時候 我發現他很多的觀念非常的正直 而且非常的清楚 那也有 我們有談了環境的政策 也有談了住宅的政策 那也有談了這些社會的問題 那這些社會的問題 他都指指的問題的核心是什麼 然後不是在打表面的 而是我覺得他真的很清楚的 知道問題的核心在哪裡 然後他要去解決那個核心在哪裡 比如說我們在談的這些環境的問題 那他就想說 如果說有黑道介入的話 比如說我們在台中 有毒的廢棄物到處的流竄 或者是有一些官縮的情形 造成我們的垃圾焚化炉 居然去外縣市燒垃圾 收外縣市的垃圾到台中市來燒 那他說如果說知道關鍵的問題在哪裡的話 那甚至於這些地方的這些派系都應該要去拜訪 然後是試著用最大的努力來解決 那其中我就怎麼講呢 聽到他在談那個住宅政策的時候 其實也非常的讓我很感動 因為我跟他講說 因為我們台中的這邊的空屋率很高 那我們很多的包括了台中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直轄市也好 我看到很多都在推所謂的合一住宅 但是我們在電視上面看到 或者是說一些專題的節目在談 居住的問題的時候 很多的專家都已經指出 合一住宅或者是國宅 並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因為他會帶動或間接刺激這個炒房 因為合一住宅你在過幾年還是可以賣 那這些國宅因為他會有一些投機客 或者投資客他們去做炒作 然後最後國宅還是變成炒作的對象之一 那我聽到柯文哲他在談的時候 就覺得他說這些空屋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應該要把空屋想辦法讓空屋有人住 空屋有人住 要有人住 我們現在大台中的地區其實空屋很高 對他說因為如果房子空這麼多 我們還要去蓋這麼多的房子讓它空著 那這樣的問題就沒有解決 它其實會帶就是讓房子一直被炒作 然後但是呢我們的房子是越來越空 所以我覺得說未來齁 這兩位齁這個市場的好酸林齁 所提出來的這個有幸福住宅也好 還是說好意住宅也好 還是說社會住宅也好 那有可能買以前的國宅都藏在那裡 市場啦不知道要做什麼啦 所以我在跟柯文哲我們在過 在這樣的一個交流之下 那他也試著去知道我們在台中的選舉 那他也知道說今天蔡智豪他出來選舉 不是臨時出來的 他其實他經過了將近十年的努力在台中這個地方 守護了台中的這個環境 去阻擋了很多的不當的政策 那公民行動會訓第二期他也很仔細的看了 那他看完之後他也非常的感佩 他尤其最感佩的是說第一句就問我說 你花多少 你花多少 結果我就跟他講說沒有啦 就是差不多五六十萬 他說哎呦五六十萬可以選舉 總共這樣花五六十萬 他說他也很訝異啦 那他說那你怎麼選 我說我一步一腳印 一戶一戶的拜訪啦 那民眾其實聽到我們這樣的拜訪都非常的支持 那他說那他看到我們這麼努力 就非常的肯定 他就說那他要力挺 我們能夠來爭取這一席的公民團體 因為呢 這些問題很多的利益的掛鉤 還是需要有一些關鍵的力量來進行監督 那我看到他的牆壁上有一句話我非常的感動 是 他說他為什麼在台北市的選舉 他說他的選舉是一種叫做市場的區隔 是一種市場的區隔 他這個市場的區隔就是 今天我們在談的是一個價值 那他就牆上的那一句話 他寫著說有一種東西超越藍綠 這種東西就叫做公平正義 那這句話他也讓我可以在台中選舉可以用 那我看到這句話 其實我就要跟聽眾朋友談 其實很多的東西 我們過去的這個藍綠的分分牢牢對立 應該要過去的 因為很多的東西是沒有藍綠的 呼吸空氣沒有藍綠 無念真共耶 沒有藍綠啊 雪是紅色的 當我們在談這些這麼嚴重的問題的時候 他沒有藍綠 他不用對立 大家可以好好的談的 當我們看到 看到這些有害的廢棄物到處污染的時候 他也沒有藍綠的 他應該要好好坐下來談 大家來共同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呢 公平正義是超越藍綠的 那很多的問題也是超越藍綠的 所以呢 柯文哲就特別公開的來力挺 蔡智豪他也推薦 那我們昨天在掃街敗票的時候 然後拿著這個柯文哲 他們給就是給我們的這些鼓勵 然後很多的記者就是發了這個新聞稿 非營不可 也在報紙上面 也在報紙上面 我就特別把簡報引印起來 然後給我們的民眾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宣傳品 因為尤其是我在拜訪診所的時候 我發現說大部分診所的醫生 對柯醫師都是非常的尊重的 所以呢 我去拜訪這個西屯區 尤其是在掃街的過程當中 只要一進入診所拿出了柯文哲醫師 力挺蔡智豪 那個醫生馬上就出來說 他就非常欣賞柯文哲 那就變成說 像大大小小的這些診所不高 甚至於說牙醫診所或檢驗的 或者是藥局 只要看到柯文哲大家都比起大拇指戰 所以這些都是智豪很好的助選員 可以幫智豪在當地的社區 能夠多幫智豪找一些支持 或者跟親朋好友介紹 其實我覺得說好的東西 我相信不怕人比較 甚至說太多人要來推薦 所以呢 不然科匹 你有可能也是科匹 你也可以來拿智豪來做選團 來做推薦 尤其呢 那麼這一家應該是我們所有的 聽眾朋友 你可以大大發揮到公民的力量 那麽呢 發揮你公民的力量 終結藍綠的時候 那麼抽籤已經抽出來了 七號 我是七號 那七號為什麼這次去 柯文哲他也是抽中七號 對 所以呢我們是台北跟台中的 雙七的連線 是 那有些我們在掃街的時候 有些阿嬤跟阿伯他們搞不清楚 因為電視上都是只有播那個連勝文啊 是 跟柯文哲啦 他們以為 以為十一月二十九號 他們在台中也可以 他們在台中也可以投給柯文哲 哈哈哈哈 我們因為我們的媒體 我們的媒體就是 挑重點 對我們媒體都只是從台北在看天下 是 所以呢我們很多的老人家 他們因為這些媒體的關係 他們不清楚說到底 甚至於現在還有很多人 不知道十一月二十九號要選舉 甚至不知道我們說 台北有這個人要選 有七號有這個人喔 所以有些那個 有些朋友 或者是說我們看到的這些長輩 他們以為他們可以投給柯文哲 然後我們看到當然是一個很可愛啦 就是因為媒體的關係 所以那個長輩有一點糊塗啦 他們他們以為市長 他們也可以投給柯文哲 那我就說 那你沒有辦法投給柯文哲 他是七號 但是你可以投給蔡志豪 因為蔡志豪是柯文哲推薦的 移情作用 你能投給七號 跟我們收聽的朋友 跟我們一起做視頻 這張照片 你在你的生意的過程當中 你在掃這個過程當中 有人因為看到你這樣認真 那麼為了這個身體和環境 為了台中 對你會是你的粉絲嗎 我們看到有人他其實 每天都去給你按讚耶 也會有啦 真的喔 我來評估一下選情 為什麼就甩過這一道呢 其實我們看到 目前我們看到在西屯區 很多的競選的文宣 其實非常的爆炸啦 那我也 因為我們愛家愛戶 在拜訪的時候 發現有些 有些 有些人家他們的信箱 居然用膠帶直接封起來 不要用膠帶啦 不要用膠帶啦 直接用膠帶封起來 我覺得太太太厲害了 那就是因為他們已經 收垃圾說太多了 受不了 受不了這些候選人 他們用這些臨時工 或者派報的這些工讀生 他們去塞他們的信箱 因為這些文宣裡面沒有內涵 人家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人家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然後量又那麼多 然後就把它塞爆了 而且這些臨時工 或者派報的工讀生 他們在派報的時候 派報的時候是 我認為 送完為止啦 所以一次下幾個中 因為他們在塞的時候 是在用塞垃圾的方式在塞 就是不是一個很尊重 這份文宣的方式 他沒有折得很整齊 然後他就是 能夠塞進去就塞進去 所以呢 當我們看到的這些候選人的文宣是 被用塞垃圾 就算說 被用塞垃圾的方式去塞的時候 那我們就覺得很可惜啦 那花了那麼多的錢 然後做了這些文宣 然後就塞到這個人家的信箱 你應該很高興吧很可惜 因為如果說站在一個社會資源來講的話 如果我們要談的這些公共政策的問題 但是他們裡面的東西 畢竟就沒有 然後因為偏埔的關係 他們只是用一張A4或 大小的這樣的一個宣傳單 那我就又看到 如果有些公寓 來不及把他的信箱用膠帶封起來的 旁邊就放一個紙箱 垃圾桶 然後直接就看到有人下樓就把那個 塞爆的信箱的那些選舉的文宣 全部抽出來 然後就丟到那個紙箱裡面 那我就看起來也很難過了 不過目前為止 志豪的這一本公民行動會訊 還沒有看到被丟在紙箱裡面 那我也在街上也沒有看到 被人家丟掉的文宣 所以目前為止也非常感謝我們西屯的鄉親 這個沒有把志豪的文宣丟掉 然後而且還在繼續的看 那這邊非常的感謝 那我剛跟玉雙講說一個選情 就是說我們在西屯區的公民 公民數是21萬 投票率這一次過去都大概是七成左右 那這一次呢 因為七合一 九合一的選舉 可能會上升到七成 三到七成五 那如果以七成來算的話 我們真正投票的人是14萬人去投票 那上一次的市議員最低的當選門檻 是一萬一千多票 所以呢我們大概看這個門檻 大概是一萬兩千票 如果說要講更安全的話 大概是一萬四千票 也就是說 去年的上一屆的最高 對也就是說我們14萬人去投票 志豪只要十個人有一個人支持 我們拿到一萬四千票 十個人只要有一個人支持 志豪就過關了 十個人只要有一個人支持 這就百分之十 那但是我們在評估過去 在西屯的選舉裡面 除了藍綠之外 中間的叫做游離 游離的中間選民的 他投給非藍非綠的候選人 那不管是脫黨的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五黨參選的也好 這些游離的選票 大概是兩成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 那這個百分之二十呢 我剛剛講說 只要有百分之十的選票 就會上了對不對 那因為在過去西屯的選區 因為脫黨的 因為無黨的 這些人在瓜分了 這個二十Percent的選票嘛 對不對 所以你像看二十除以三 對不對 每一個人只有分到六 六Percent 七Percent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跨過 十Percent你可以當選 對不對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 志豪這邊也特別的 拜託我們的朋友 志豪在科醫師的 支持之下一定會 就是 是很有贏面的是會當選的 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集中這一些選票 必須要集中這些選票 那如果說 我們中間選民 可以把你 你覺得說 你不想投給藍 不想投給綠 然後呢 是不是你就把這些票 集中在 集中在我們公民團體身上 那我們就可以跨過 所謂的一Percent 然後我們來 進入到當選的門檻 甚至有些人 他們的政見都是超自豪的 如果這樣就刺激了 那些政見超自豪的 那麼來電台說的 這些東西 也跟自豪都差不多 都要關心空氣污染的 都要關心這些空氣品質 還會說得不對 這個PM2.5子 什麼 像我之前一樣的說不對 那個還有玉霜的 那個就刺激了 我感覺 那個臉也沒用 對著嚇手而已 所以那個也刺激了 不過還有一個 我們在街頭在拜票的時候 民眾對於年齡很敏感 年齡 年齡 他們對於候選人 這個我們不是說 我們對年齡有歧視 或者是做負面的 我們絕對沒有說 我們在負面的批評其他的人 我們就針對候選人 就針對選民對候選人的年齡的 這個反應很清楚 那我們的選民對於候選人年紀 如果比較年長的話 他們覺得會比較不舒服 因為他們覺得應該 因為做太久了 年紀也太大了 那這個社會的進步 還是需要有一點新的 年輕的 所以包括了老人家也好 包括了青壯年青年的 或手投足也好 那他們都很明確的就指出 他們不會投給 一個老人家的候選人 所以無悔啊 老悔啊 後選人 所以這些老的 年紀很大的候選人 其實他們會受到很大的挑戰 因為智豪在一步一步的 去拜訪每一個人的時候 等於是在做社會的調查 等於是在做民意的調查 智豪所做的民意調查 絕對比在報紙裡 你所看到的民意調查更真實 當然 你會用錢買的 因為我這是幾乎叫做普查的方式 在做調查 所以呢 我是一戶一戶的 在做這樣的一個訪問 那他們對於年紀 就是說選民在投票的時候 他們會考慮到年紀 年紀是他們覺得 呃 蠻重要的一個考量 所以呢 玉酸的 我們首先都沒有公告到 智豪是1973年出生了 所以呢 他比較大 玉酸四歲而已 玉酸六十六歲 你是六十二年次 你是六十六歲 六十六年次 六十六年次啊 老師 平常不通了咧 而且你是有陸軍一等四官長 所以呢 我也記得 為什麼你在這個高家軍 高醫師的節目裡面說過 你是真的是正統的 你要說國民黨 你就是要辦成這個國民黨 所以我說 如果有候選人他們在 他們的海報 他們在做這個軍人的敬禮 或者是在眷村裡面 要談的是軍眷票 那如果說我們的聽眾朋友 你家裡是在眷村 或者是你本身是軍人子弟 或者是軍人的家庭的話 那至好更是您最好的選擇 因為我們才是正統出生 我們特別了解您的整個生活 我們也特別了解軍眷 我們也特別了解我們的弟兄 在退伍後退休後所面臨的困難 那這些東西 我們絕對比其他的候選人更難的專業 因為我們是自己人 對啊 我們都是自己人 所以呢 我相信你這個 我相信我們這些條件 我相信我們這些條件的朋友 非選不可 我們接下來的時間 要告訴我們明慧老師 因為我看到他們兩張座 圍到不知道裡面 都圍什麼樣的漫畫 被跟我們收聽到 比如說我來分享 來 明慧老師 今天要癒到這個 夠友的方法 還有呢 夠友的 這個角度 跟我們收聽到 比如說我來討論 告訴我們這個公民的意思 來 我補充介紹一下那個 林明慧老師 那林明慧老師 當時在三月份的學運的時候 那學生不是去包圍行政院嗎 然後在包圍行政院要被驅離的時候 明慧老師是第一線 他馬上坐 坐車上去保護學生 嗯 他覺得這些 有些學生也是他自己的學生 他就 居然跑到學生的前面就做靜坐 然後 老師那麼小 保護學生啊 好有感 結果他也沒有想到說 我們的警察居然用警棍驅離 然後當天 明慧老師 頭上就被警棍敲破 然後而且血流滿面 那一位就是明慧老師喔 我們來立正一下 經理一下 不好意思明慧老師 我對不起你 我不應該在一部B上面 哈哈 那明慧老師其實他 對於我們社會的這些問 社會其實是非常高度關懷 對 而且他非常的 非常的努力在做我們的教育的工作 教育 對 那我上次也在預算的節目裡面講 嗯 胡志強他在 我們的市長在對黑道學 宣戰了不知道幾次啊 嗯 那整個台灣的 或者是台中的治安的問題 最根本的是在教育 教育 是在教育 那如果說今天在台中的治安的問題 不是說你有多少隻物資衝鋒槍 你可以把治安搞好 今天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教育沒有做好 那治安當然也會做不好 所以呢 但是這一個教育這個工作 卻是很多的政客他們忽視的 那我們的我們的這些 我們的這些教育的這些方向 或者是我們的這些公立主義 我們一直沒有辦法深入的去檢討 甚至於說我們沒有辦法 給這些教育工作者有好的環境 讓他們能夠讓我們為國家培養 我們這個國家的這個棟梁 讓我們的這些孩子 能夠到他們可以發揮的一個工作 或者是可以發揮他們的特能 特性跟專長 那我今天就是特別來訪問 長期在從事教育工作的林明慧老師 他未來也是如果我們 治豪的服務團隊進入到市議會裡面 我們的教育工作 我們絕對會來 來征詢像林明慧老師 像這樣的一個第一線的工作者 我們來解決我們目前在台中的教育工作者 或者是我們所看到的這些教育所面臨的困境 那我們來聽聽看明慧老師 我們現在目前的台中的這些教育的問題 像被抱頭老師致意 那個講到 剛才講到那個學運 其實所謂的保護 並不是說真的我們要站到第一線 然後去跟警察那邊推計 那邊幹嘛 其實我那時候想法很單純就是 現場的人數一定要夠 就是我們要有更多的公民 不只是學生啊 還有社會人士要站出來去挺那些學生 我那時候就想像了說 那時候不管是立法院或行政院 那個現場 如果是五萬人 而不是像那一天只有五千人 那個整個局面就不一樣了 對啊 所以如果我那時候的想法就是說 如果那時候有五萬人 我是其中一個 那我就進到了保護這些學生的一個目的了 而且五萬人的話我不相信 江一華還敢這樣子去驅離這些人 甚至那麼暴力的方式去驅離這些群眾 那整個局面就不一樣 所以我要講 我那時候的想法理念上是這樣 那從這邊延伸出來 其實我就要想說 社會要改變其實是真的是需要靠 每一個公民這樣站出來 對啊 那所以在那個 不管是透過選舉啊 還是像這種像那個學運那時候社會運動的方式 只要是有更多人真的是願意挺身而出的話 其實 現在這個政府早就該被整個大患血掉了 那既然我們半年前三月份那一次 只有達到一個階段性的成功 沒有真正實質上的成功 那我覺得今年年底這次選舉就很重要 對我們這時候我們就靠體制內的方法 更多公民站出來來支持這些不一樣的人 像我剛才講 自豪這種 自豪 其實 我覺得自豪跟我們都繼承了一個 相同的一個理念 我們這些理念都來自於陳玉峰老師 那陳玉峰老師在社會運動已經走了三十幾年 三十幾年的時間其實他一直在強調的一個觀念 就是那個價值的改造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就是我們要讓有不同價值觀的 有不同這些價值理念的人進到這個體制裡面去 對這個這個是我一個最深的一個期盼 那在教育方面其實也是一樣啊 就是至少剛才一直提到說 因為教育是一個最核心的問題 其實沒錯啊 教育其實就是在做這個價值觀的改造啊 我針對這個學運 我其實聯想到我們那個教改 這十幾年來的教改 很多人說 現在多元入學亂七八糟啊 搞的學生一塌糊塗 忙亂又不知道怎麼無所適從 可是相對有一些聲音就想到 我們要不要回到聯考的制度 可是我有另外另類的一個思考就是 這一批學運的學生他們是多元入學世代 他們不是聯考世代 他們是在多元入學 雖然說政府沒有把這多元入學的方式規劃得很好 可是那是一個改變的開始 他們是在這個改變的教育體制下 出來的一個新時代 他們做出的這些事情 不是我們二三十年前所能夠想像的 他們衝到立法院裡面 他們衝到行政院裡面 去對抗這個不公平不正義黑心的體制 對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在教育就是 不管不只是體制上 第一線的老師去傳達的那些理念 就是在這種無形中潛移默化 讓學生是會看得到改變的 那這改變不一定是立即 不一定馬上看得到 也許十年後就像這一批學生 他們十年前在學校裡面是什麼樣子 搞不好有些就是上課在搗蛋 可是其實他們是有想法的 他們是有理念的 所以其實教育上 像我現在就常常提醒自己說 自己在教育第一線 不要給學生受限太多 他們現在未來要面對的那個社會 那個環境已經不是我以前我在讀書的時候 我未來要面對的社會了 所以我不能用以前我那套方法再來去教他們 對我以前也很不乖 我絕對不可能這樣乖乖坐在那裡 聽志豪老師的講課講一講講 我絕對坐不住 我一直怕手 說要去外面透透氣 讓人去外面洗一洗 回來了 下課了 講賽了 我們現在的教育 我因為在大學那邊服務了五年了 因為我看到很可惜就是 我們其實每一個孩子都有自己的特性 那我們的國家的教育的目的 應該是要讓每一個人的特性能夠發揮 他的能力可以發揮 但是我發現現在我們的國家的教育 尤其是高等教育變成是企業的財團的職訊中心 因為為了要讓他們就業 所以呢變成我們的教育變成職訊中心 然後學校很擔心學生出去 然後沒有工作做 然後讓我們的教育 從高等教育原本是啟發性的 或者是他的研究性的這種教育 變成是叫做我們剛剛講的職訊中心 那但是每一個孩子的那個資質能力也不一樣 那我們的教育除了變成職訊中心之外 居然還變成叫做罐頭工廠 因為他沒有辦法讓每一個人 他可以到適當的位置去發揮到他的專長 或者他的能力 而是他用罐頭的方式做出來 每一個人都一模一樣的東西 就好像我就看到我的 我們在大學就看到有些學生 他非常適合當農夫啊 我就看到這些學生他到野外去 因為我們要做生態調查 我就發現他的能力非常適合在野外裡面活動 甚至於說在農村裡面 他絕對是一個非常優秀的農夫 或者是有些人手非常的巧 他雖然念書很不行 但是他絕對是一個很優秀很專業的水煉工 但是呢我們卻在大學的教育的訓練 卻要訓練他們是變成是一個 然後變成是一個高階的管理人 甚至於說變成是一個總統 也不一定了 但是每一個人的能力都不一樣 以至於說當我們 把他塞在這個罐頭裡面的時候 其實不管是對國家對社會 對這一個孩子來講的話 其實都是很大的傷害 那這是我們看到的大學的問題 那如果說我們看到的我們的基層的中小學 尤其是中學 那就看到我們的教育制度 承襲了過去中國的科舉制度 那這個科舉制度是什麼 科舉制度下來就只會有一個狀元 那這麼多人去參加科舉 就是說這麼多人去考試 然後大家都是想要考到好學校 也就是說我們的整個教育的制度 當他比如說以科舉來講的話 當我們看到一個狀元就代表 其他人都是失敗者 我們的教育在創造一個成功者 而其實他也等同於在創造一群失敗者 二分法 那有這麼多的孩子 他們在這樣的一個功利主義的教育之下 當他們沒有辦法發揮他們自己的能力的時候 他們沒有辦法考到一個好的學校的時候 那這些孩子在這個教育的這個制度裡面 很多如果沒有像明慧老師是一個熱情關懷 去關心這些邊緣的孩子的 這些邊緣的孩子是被社會放棄的 那這些邊緣的孩子如果說沒有適當的資源 沒有在基層的老師去關心他們 而陪伴他們的時候 當他們被邊緣他們放棄的時候 那當然也會對我們整個城市 對我們的國家 他們的整個社會的治安問題也會產生影響 因為他們被邊緣化了 是 那麼在你的社會當中 很多都是小學 基本教育 只好三吨 所以我們可以看看 其實以教育的方式來看的話 我們現在目前我們的價值的教育 過去學校的教育是給予知識 那我們譬如說預算你的價值 我的價值或明慧老師的價值 絕對不是來自於學校 是來自於家庭 家庭的教育是一個很重要 它是一個價值的給予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的工商社會的關係 我們的家庭的教育的功能 是慢慢的弱化了 我們的價值 我們的孩子沒有辦法取得價值 你懂嗎 因為我們現在的學校 還是扮演的是在知識的傳遞 但是他回到家裡面的時候 因為爸爸媽媽在忙碌的工作 或者是隔代教養的關係 他沒有辦法獲得適當的好的價值的教育 所以呢 我在跟楊國正教授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發現 我們因為我們現在的很多的退休的老師 年紀都還很輕 比如說才50幾歲 他就退休了 我們政府應該要廣納這些退休的老師 重新回到教育的學校 讓我們的孩子 尤其是他必須要把這些退休老師 重新再找回學校做什麼 他在晚上的時候陪孩子 來陪伴這些孩子 來補充價值教育的不足 我們應該要把這些退休的老師 因為他們是一輩子都在做教育 有這麼多的熱情奉獻在教育上面 如果我們可以把這些退休的老師 全部都找回到學校 來陪伴這個孩子 因為這些老師50幾歲的 他也有他的子女 他有他的方式 他可以很好的來陪伴這些邊緣的孩子 給他們除了知識之外的叫做價值 如果我們的學校在未來 除了知識之外 讓我們的學校有這些退休的老師 能夠來陪這些孩子 我相信我們的社會會變了 為什麼你會特別的有感觸而哽咽 而開始眼眶混亂呢 因為我講實在的看到 看到這些孩子真的很捨不得 因為這些孩子被放棄了 那如果說是我們的孩子被放棄了 我們心裡怎麼想 那我們社會其實有這麼多的資源 有這麼多好的老師 他退休了 那很多的朋友 在對他們的優渥的退休的生活 感到覺得不公平 但是我相信這是制度出問題 並不是他們出問題 那如果說透過我們的社會的制度 能夠來改善 那我相信我們的社會的 大家都能夠叫做分工合作的狀況下 因為我們整個社會會出現這些問題 最核心的是在教育 如果我們明明看到了 我們現在在家庭的價值教育弱化了 我們看到我們的學校 這些孩子被放棄了 然後我們看到這些事情 我們明明也看到了一個好的方式 可以來解決 我相信明慧老師在教育的工作那麼久 如果說你很多的同事退休 我相信他們是有心有餘力 是能夠回到學校 來做這個價值教育 而且呢 這個對我們的整個城市 對我們的國家 它是非常重要 不是像我們在講說 我們要跟黑道宣戰 我們要物資衝突降 我們要霹靂小組 我們要的是 退休老師回到學校來 是 但是我要給明慧老師 我補充一點 最近 不是只有最近 我相信 只好長期觀察 中途夢當中議會 你也都知道 教育教英文就是一句話 老師的終點費不足 沒有錢 保佈老師 所以你要說 老師老了要給學生克服 還是說 只有第五八節課 你要老了要克服的時候 電費要打開的時候 就沒有電錢 這樣你要讓這些 願意留下來 把這些學生 做克服的人 那麼有一點點 一點點的終點回饋呢 其實那個 至少講到這個 真的是很重要 而且真的很多 現任的老師 快退休的 或者已經退休的老師 他們有類似的想法 是 但是 就像 玉雙講到一個重點 教育局 就是說市政府 他不願意投注更多的經費 在教育方面 每個學校的水電費 都不夠付 都要想辦法 家長會要錢或什麼 那其實 市政府要做 或教育局要做很簡單 就是 多補助一些水電費 這樣就夠了 或者是一些 文具耗材的費用 這樣就夠了 志工一定是會有 義工一定是會有 因為真的 就我所認識的 不少的快退休的老師 或已退休的老師 是都有這種意願的 但是他就說 沒有錢 他就一句話 我沒有錢 其實很多錢都 丟到工程裡面去 被水沖走 所以我現在來說 至好如果一個人到議會裡面去 你會不會變這種狀況嗎 你看如果說我們的政府 沒有錢 至好我相信可以找到 有熱心的企業家可以回來 你想想看 我相信 其實很多 愛台灣的企業家 他是願意付出的 我相信這些企業家 如果聽到我們的理念 他能夠知道這些 退休的老師 他們是有這樣的熱忱 能夠來 來協助我們的社會 進行價值教育 他能夠無怨無悔 能夠燃燒自己的生命 到最後那一剎那的時候 我相信企業家會感動的 企業家會回來的 我們的社會不是只能夠靠政府 我們是靠自己 我們還有什麼 還有一些能力很強的 跟我們是一樣的 他一樣是公民 這些公民他能力很強 他可能就是企業家 就是老闆 他會投入的 所以如果我們到議會裡面 如果說我們可以來推動 如果我們的教育局 他講說沒有錢 至好來想辦法 至好來遊說這些熱情 對台灣 對我們社會 能夠關懷的企業家 我們來做這件事 所以你的意思說 你永遠不會放棄這個學生 你永遠不會放棄 那麼有想煩 那麼有想要向神的這個學生 因為你知道說教育 對著 那麼我們經過這個社會 非常重要 包括明慧老師 來明慧老師 對 沒錯 那另外我還要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剛才討論的是那些比較後段 在現行制度上 考試上比較後段的學生 其實另外在比較前段的學生 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後段那些學生 他們不曉得 他們不曉得讀書要幹嘛 他們在讀書也沒有成就感 他們也找不到自己方向 其實前段的學生也是 不要看他們說 那麼認真在讀書 大家都很拼 成績都很好 很多人 問說你高中要讀哪裡 以後要做什麼 不知道 不知道 高中畢業升大學也是 大學要畢業 要離開學校也是啊 想辦法延避啊 不知道啊 他們那個未來是茫然的 他們只是很會讀書而已 他們或者說他們只是很乖乖的 老師 家長叫我讀書 我就乖乖讀書 他們只是這樣而已 所以我覺得 剛才至少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學校現在 尤其是那個 國民教育階段 教了太多知識性的東西 這些東西其實 就是面對未來齁 這些知識其實是不斷的在變動 而且我們現在知識量 越來越多 快速增加 學生永遠學不完 我覺得這個是有必要調整 就是基礎教育 國民教育 不用講那麼多知識性的東西 更重要的是要去讓他們 除了一些基本能力的培養以外 一個很重要 現在政府做的不夠 就是讓他們去自我探索 讓他們知道未來要做什麼 嗯哼 梅志豪 真的 雖然蔡志豪 這一次參選非常的辛苦 那這一次真的非贏不可 就要像教育一樣 我們非贏不可 我們一定要來解決問題 希望大家 雖然你聽到這些廣播的節目 你並不是戶籍 不是在西屯 但就是 我在高家軍醫師的節目裡面也講 自好立志做一個 不分區的市議員 我們服務不是只有在西屯區 我們是一個大的尺度來看待 我們整個台中 看待我們的國家社會的問題 教育是我們台中很核心的問題 如果您可以的話 您可以打個電話給你住在西屯的朋友 親戚 或者是您可以透過臉書 或者各種的方式來幫我們介紹 希望透過我們一枝草 一點鹿 這些散的累積 這些散的累積 相信就能夠帶給我們社會更大的進步 是 那麽呢 只好有說過 10個人既然有一個答案 那麼 他就有贏的可能性 所以呢 他這本書 那麽呢 公民快遜 他有說到 非營不可 不是說他非營不可 他是說 台灣 台灣 非營不可 那麽 我們公民的這個力量 如果呢 可以讓我們支持 那麽呢 只好 進入這個議會 這是唯一可以感到到拿 感到到這個力量 感到到這個藍綠呢 不能因為這個政黨的這個利用的這個工具 也不會變成這個財團利用的這個工具 那麽呢 這幾個這個觀點 雖然 雖然 是精髓 但是我相信他的背後 不是只有一個蔡智豪 還有很多這個名義的效應 甚至還有他很多這個團隊 包括到我們這個明慧老師 包括到他有很多 我們這個公民的組織 那麽要替我們所有的田中朋友 來收穫到 整個這個台灣地区 因為他 制言說他要做不分庫的這個議員 這次跟我們所有田中朋友說到 那麽你 憲主席你的辦公室 還有你的團隊 讓我們所有田中朋友 來共同一起 來加進去 你坐了 不夠30天的這個時間 共同帶你來鼓勵是不是 來做你的腳的手 來幫助你 共同為我們這塊土地 我們西頓 來帶你來做帥 我的服務處是在西屯區的福克路685號 我們的服務電話是 042-463-4220 042-463-4220 那如果說您住在西屯區 你可以打個電話來給我們 收件的住址跟電 住址跟你的姓名 然後呢 我們就會用寄的 郵寄的方式送到你的信箱 因為呢 你住在 因為你住在大樓 你沒有辦法拿到這一本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放到你的信箱裡面 但是大樓的管理員 特別跟我們講 只要收件人有明確的 住址跟收件人 他們會願意放到你的信箱裡面 而且透過郵差 他可以寄送到你的信箱 所以如果您可以的話 可以幫忙 我們或者是把這些訊息 傳遞出去 謝謝 最好是我們在鄉親的朋友 大樓的管理員 最好的地方 替志豪來做這個客廳會 讓志豪可以 大家可以 你們家的這個大樓 那麼說出他的力量 那麼做出您最好的選項 請和蔡志豪 在頓庫不當地 提供也好 來送這個聽眾的朋友 那麼在這個11月29號 不趕快選項 感謝你 順利海中的禮拜 空間再會 掰掰 謝謝美鳳老師 謝謝謝謝志豪 謝謝謝謝